你有毛病啊 看一下 抄不抄 看什么 抄不抄我问你 那你不会拿去洗吗 我有空 那我有空吗 你坐在那里玩手机 刷视频你没空 我没空我要刷视频啊 我不洗那难道你自己不会洗一下 你现在不是有空吗 能在这里跟我讲话就是有空啊 我本来约好了 去跟别人谈事情的 赚钱是我赚 家务也是我干 那我娶你回来干什么的 那你不会回来再洗吗 你是巨婴吗 什么巨婴啊 你娶我的时候你跟我说过了 你说嫁给你 之后什么都不用干的 你说你会宠我一辈子的 现在怎么低 还要我给你洗袜子啊 我宠的人 是能够理解我的人 你一点都不理解我的心酸和困难 我凭什么宠你 我看你啊 是心变了吧 不爱我了吧 现在才嫌弃我不干家务了 是吧 一个月了啊 一个月的袜子都不会洗下 你看到没有门口这里到处都是垃圾 整天在家里抱着个手机啊 玩游戏刷偶像剧 你就不能帮一点点忙啊 就知道花钱 我一个人赚钱 两个人花 你一点忙都帮不下 偷偷一个脱腰瓶 一个巨婴 你说这日子怎么过 哎哟 过不下去就别过了吧 我看你现在就是想找一个保姆回家 给你洗衣做饭干活的吧 而不是想找老婆 就是想找一个免费的保姆 我有那个给你花那个钱啊 我去找一个保姆啊 我还不用受气 还把家里面消失的妥妥妥妥的 你花的钱不比那个请一个保姆少 但是家里面你的包不消失一下 你少过一次地 洗过一次碗吗 做过一次饭吗 所有大小事情都是我做的 赚钱也是我 一个人赚两个人花 我感觉你怎么就是一个 脱腰瓶的作用呢 其他什么作用都没有了 哎哟 结婚婚 还嫌弃我是脱腰瓶呢 当初口口声声的说 哎呀以后你什么都不用做 你就像一个公主一样 现在怎么滴啊 过不下去 那就别过呗 在吵下去也没有什么 啊 无意 啊 我们都已经不在一个频道上了 也没有共同话题了 啊 我们的经历和认知都不一样了 啊 你觉得你天天在玩游戏什么都不干 要耗耗耻耽作 都有道理的啊 我在外面累死累活的 你也不体谅的 还觉得我不宠你的 这样吵下去也没有什么意思的 那你想怎么滴啊 离婚是吗 离 离就离呗 你知不知道现在什么形式 现在难过女嫂娶老婆多么难啊啊 你跟我离了那你就打光棍一辈子吧 唉 就算打光棍 我也懒得受你这种气了 啊 你不说离 我还想离呢 离了我就可以去找一个不用我干活 还给钱我花的男人 随便呢 啊 我看谁笑得了你 啊 你只要一天不改变自己 啊 天天这样厚实懒做的我告诉你 谁也笑不了你 好啊 我跟你讲 你不要后悔 现在立刻马上去离 行 马上回去拿证件 啊 等下明将军见 好啊